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冬天跨出风来 非啥是走势 自然化境特别不好 我们原来的不义收入来源也就是靠中期 顶上花生 亿利日日链下来也挣不着多少钱 2013年时候人际收入已经有2千多 nostro钱 挣不着钱更舍不得花钱 也就是在国家国家的时候 稍微卖一件肉吃 有那么个一撕就行了 原来我们去的家庭都跑出去打工 现在我都是家庭都是跟外边家乡的 干了个店的行业家乡 书里书库里是挣了多少钱 从来没有想过 皇上还给我们家庭 做梦也没有想过 我们村从2013年开始发达的光复茶叶 我们这里发达光复茶叶优势还是挺大的 村里沙地面积光块 沙厦和地下面积黑道都是光块 面亚平均日照差不多是2600小时 最开始村里说要发达光复茶叶的时候 村里这是一烧 发达得多 当时村里有不少人把这个事情当小话看 说这个东西怎么能发电 又不烧门又不烧油的 这个就不可能也是 有的请说光复又富士 说这个光复巴得多了 当地就不下雨了 甚至下雨少了 种的庄教也都不收了 免什么收成 还有得说 那个五丁光复对这个辐射更厉害 影响圣语之类的 我对光复发展 能帮助我们脱配这个事 也是八七八一 我是个大工 做好东西 大众觉得这个东西 差生不了多大的效益 当时都不相信 崔大伯当时就给我们大家做工作 一次又一次地给崔美开会 讲解四川 耐心地给大家讲解 用一些科学的数据表明 光复查能查生的复射销 对这些查生的比较伤害 跟我们讲 阿兆光复巴需要多少预算 将预期一年能够多少效益 而且还给大家免费阿兆 我们方程度不算还早 但是我平时经常看西位 直到国家在想办法 帮助我们脱配 通过光复查验 帮助我们脱配致富 怎么想真是个很好的事 我也没有也得挣钱没多 年纪越来越大了 不想再出去打工吧 就决定试试 我家房定商 阿庄有20块钱能办 法子店都是买给国家家网的 没货 没年固定的 三千块钱左右 我和我媳妇都在房产商这工作 冬天一个月 上山各操房坏 冬天这个月还没 夏老轩上山跟太阳能 操作过这个鸡血 没年 那么 那我两口子的收入包 五万块钱左右 现在村民都非常支持光复查验 因为村中得到了受益 在光坡上促使太阳能加持吧 而村民开开过的皇帝 按照没年 明目的是八百年不成 不成25年 我们村原来的皇帝 黄埔之签了 我们家村贫困 一共是117货 369人 通过这个光复吧 在2016年就已经通过光复产业和乞讨国家复品政策实现了脱贫 现在我们村的画景越来越好 成了圆寂为名的光复小镇 所以这个干活的 这个农民工员 在家里面扣到肚子 大伙一起扶起来 通过这次接触光复 扶贫 我最大的干物 就是觉得我自己把有很多思想需要改变 要能接受西里的事物 为何程度低了 很多事情看不到 也想不明白 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好好学习 能够出息 做一个有知识 有压介的人